咱们上期讲了为什么选8020旅做房车的构架 这期咱们谈一下咱们具体选8020旅的哪个型号 8020根据强度大小的不同分有好多型号 比如说1010 1515 2020 4545等这些北美常见的型号 咱们这期就来讲一讲房车构架中我们怎么选择型号 咱们首先来看看官方的8020是按照什么标准给这些铝条定规格的 1010是这种边长是1英寸的 也就是说这个横接面是1.0英寸乘以1.0英寸 1515呢就是1.5英寸乘以1.5英寸 它还有2020但是2020是20毫米乘以20毫米 4545是指45毫米乘以45毫米 北美大约就是这四种型号 在中国它是执行的是欧洲标准 所以说中国的8020一般都是2020和这边一样 就是20毫米乘以20毫米 然后有2525就是25毫米乘以25毫米 大约是这样的一个规格 通常情况下 就是说横接面越大肯定它就越结实了 一般我们做房车考虑最多的就是1010和1515 这两种型号的配件也最多也是最常见的 8020旅在同一个型号里头也会分成一面开槽的 两面开槽的三面开槽的和四面开槽的 开槽的部分可以安装连接件与别的铝条连接 如果你买了两面开槽的铝条 那么就意味着你需要计划它们放在什么位置 因为它们只有两个面可以跟别的铝条进行连接 一面开槽的使用就更受限制了 四面开槽的则不受这些限制 那你可能觉得我直接买四面开槽的不就好了吗 但是官方有数据说明开槽面越多 同种型号的铝条强度就会越小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都是1010 四面开槽的强度不如三面开槽的 三面开槽的不如两面开槽的 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开槽的那一面保留了它的最外层的这层铝 所以说这层铝并不薄 强度当然会更大 两面开槽的就只有这两面有槽 另外一面是有强度的 它相对四面开槽的承重部分 只要靠它中间的部分自然是强度大很多 现在大家了解8020的类型基本划分 下面我就来讲讲我的选择 我选的是1010的两面开槽和三面开槽的 我知道油管上很多做房车的博主都会选择1515 毫无疑问1515会比1010更结实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 实际上用不着那么粗的 因为在房车结构中 我们很少有很长很长的单独的一根立柱和横梁 来调整它的强度 而不用单纯通过材料本身的强度来承重 结构性改变以后反而更结实 比如说这个是我做的台面下的一个柜子的框架 像在这个结构里面 我增加了立柱 最长的一段横梁也就是30到40英寸之间 而且在这也就断开了 这样的长度的1010已经完全足够来承受这种强度 而且我尽量用的都是两面槽的1010 实在不行的才用三面槽的 之所以这样费尽心思 用1010来取代1515 一方面是通过调整结构后反而更结实 另一方面1010也比1515小巧轻便 对于房车空间的节省和重量的减少 是我们需要资助比较的 最后最重要的是 可以大大减少房车的成本 以我做视频时网站价格为例 大家可以看看 相同长度的1515的价格是 1010的2.14倍到3.22倍 这还只是铝条部分的差价 要知道8020官方的配件也是很贵的 连接件和螺丝都是不小的开销 这些小零件在中国卖的便宜 但是中国的铝条有自己的规格 一般都是按照公制的 横接面的边长分别是20毫米 25毫米 30毫米 40毫米 这样的一个体度 北美这边是1010边长是1英寸 也就是25.4毫米 和中国25毫米型号 差别微乎其微 配件是可以通用的 1515横接面边长是1.5英寸 也就是38.1毫米 中国的配件用不上 我在eBay上买过1010配件 用着挺好 价格也比官方的配件便宜不少 所以总体来说 如果把整个型号从1515下降到1010的话 8020的造价上会直接下降一半还不止 这就是我对选择8020旅型号的整体思路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和不同的见解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可以积极讨论 下期我会介绍如何加工8020旅来做框架